你好,欢迎收看10月8号大花联地方新闻,我是陈宇慧 花联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日前举办了112年校务会议 由部落大学的校长徐振卫主持 来自部落有30位讲师分享、交流、热烈讨论 期盼可以发挥部大在原住民族教育、交流整合平台功能 携手为明年的课程来注入新活力 开办21年的花联县原住民部落大学 长年孕育在地优秀人才 累积后时部大师资资料库 日前举办112年校务会议 由部落大学校长徐振卫主持 会议首先由部落大学报告年度校务执行及课程规划等重要事项 来自各部落30位讲师热烈讨论、激发火花 我们的原脉、那个网、还有文化艺术传承的网 所以今天真的谢谢读步还有彩腰 将我们所有老师聚集在一起 意见交流由部大科者与老师提出联合开课想法 点燃讲师们合作的兴趣 老师们相继分享开设泰鲁格族黄藤及部落踏查等 文化实践及原住民数位媒体与传播等课程 连结传统与现代的知识 包含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都有助未来开设更多优质课程 延续原住民族传统在当代开创全新发展与生机 华林宪普表示 部落大学核心是文化传承 创造更多经济机会 多过教务会议齐聚找到更多的伙伴 未来西手在不同领域积极合作 让文化不断延续 打造青年创生优质环境 部落大学将继续提升教育质量 期望西手合作为明年的课程注入新的活力 期待未来的发展 记者长帮远华林室报导